這個問題就是通貨膨脹導致多了一些罪犯情況出現 所以你看到那些偷東西、搶東西、入屋、停車場不斷嘗試 那些是最普通的 走去Marchu Town Center裡面的停車場 他不斷繞一圈,他嘗試是沒有鎖的 如果沒有,他就可以偷東西 在現在的情況下會有很多 好像我們這裏差不多是90年代尾2000年初 那時候很多人被人破壞 現在也有很多 因為疫情之下就少了,因為每個人都在家 但是最近我聽到新聞就是這樣說 他就說因為現在新版的車 通常你關門後鎖車之後 外面兩個道路鏡會接近 所以那些車子基本上就是走過停車場 他就看看你的道路鏡有沒有接近 如果沒有接近的話 有很大的機會就忘記了鎖車 所以鎖車按兩頁,讓他鎖起來 按兩頁才接近 但這個情況會發生的 譬如你有時候在車後拿東西 或者是在後座拿東西 你會忘記了,因為你忘記了 你忘記了,你忘記了鎖車門 所以我的保馬也很好 因為你的保馬全部走遠之後 他自動鎖起來 我最近也有朋友是這樣 就是被人打破玻璃 就拿了手袋走 所以要小心,不要被人看到有手袋 手袋都放在這裡,你很膽 底臂就放在玻璃 你明天走一個購物店 我看看有很多 很多的車在裡面 很多的東西都是這樣 我只知道以前的人是怎樣 你知道通常人們去機場 接了一些朋友 下機時肚子餓,去吃東西 然後全部都是行李 那他就去吃麵 吃完麵 那些人就說是幫他車 肯定在狗技門口 我都聽過以前有一個公司 有一個女同事 他就去機場接親友 接完他之後 先進去吃東西 吃完東西,整個車都放了 這行李,沒有了 狗技能奉鳴,小心 還有,當年我們家 首先,二十多年前移民的時候 那時候都已經是 譬如你有移民東西 一定是帶貨車去貨櫃 通常你的新屋 你未必知道的環境 其實就要看著你來搏 可能是你下載了之後 一兩天才去鎖 因為你知道你多東西進去 我曾經在家裡被人打破 試過是怎樣 那些賊其實還沒有張彈 他們通常怎樣呢 就是他們下午走到你家裡 很多時候 你家裡有小朋友的時候 下午兩點多 你就要出去接小朋友 那你打算很快回來 你就不會開箱 鎖 鎖 看得很緊 那些人就是 在那段時間就來拍你門 如果你沒有人應門 或者什麼 他就知道你 他來兩三次 他就每次都在兩點多鐘來拍你門 就知道你不在 那他就進來 他其實十五分鐘就偷殺你的東西 我曾經被人打破 我曾經被人打破 是怎樣的 打破你的後門 因為在加拿大的木門很容易打破 你大腳的打破 整個門框被你打破 打破了 打破了 進來之後 就算你有警告 他也是十分鐘便離開 那你通常怎樣 立刻衝去主任房 就拿你的枕頭套 扔到枕頭套 拿枕頭套來裝益 就抄襲這些錶、手飾等 塞在枕頭套 就揹著 就像夜行大套 揹著袋 就衝出去 就算他出來 普通人看到也不敢阻礙他們 因為看到這些賊 你不會跟他招命 最多是報警 不看他們走 就是這樣 但是我最近認識到一個朋友 他是從中國大陸來的 他就在住的區 那區就叫Blockmore的區 原來我們市長也是住的區 他們就組織了一個互助委員會 然後叫Blockwatch 是的 他們是怎樣 就是在後巷那裡 自己出錢 就在屋後面 安裝太陽能的燈 燈和攝影機 然後那些人一走過 就會亮燈 會閃 另外一件事 每間屋的警告 原來他們除了播放的台 還有一個中央的地方 會響 除了警告的公司 因為警告公司 就算響了之後 他們都會打電話來查 然後問你是想去報警 但是他一叫一叫自己 那幾條街的護衛隊 基本上一聽到訊息 他們就有兩個男子漢 就拿著電筒出去 立即到了 很多時候 他們是巡邏的 其實我們這裏 是巡邏的 他們黃昏時又吃完飯 就出去巡邏了 下午就暫時未見 但都可以提議他們 是馬克托特的狗 周圍走 周圍巡邏 他們是否拉狗出去大小便 那時候順便巡邏 對,順便巡邏 但我知道 即時遮你那隻狗 讓我拉一下去巡邏 最低是他拉下你 令你受傷 但那個主席 其實跟我談過 就說自從他們做這些事情之後 他們捉過一個賊 但他們就是幾個人圍著他 不可以碰他 但一路兇他 讓他走得快 基本上是那個賊 一觸發了警告 他們已經有人 哇,差不多 不用半分鐘已經有人出來 拿著電筒追著他 結果一路追著他 追著他 出了那條街 他說 那次之後 就沒有任何事件發生 看得很近 那幾好 那區有一個問題 就是 他們的街燈很暗 很疏落 街燈 是 街燈 街燈 原來很少街 很黑 沒有什麼 通常都是這樣 就是 每條街 內街 一邊有街燈 一邊沒有 還有隔著隔著 所以 他們現在就是 因為他們有 在後樓有連結,在後樓有自揮,在太陽能的射燈 不需要用電廢,不需要拉電線插在那裡 那些動作感應器人們一經過的時候,感應到有感應就會亮燈 我覺得這個方法不錯,自己人聯繫一下也比較好 起碼透過這個機制,大家認識更多 說真的,上一輩就說,左倫右倫應該互相認識 自從科技方便,或者大家都沒有這個關係的時候 其實就少一些,現在也很少 例如住在康島,你很難知道旁邊的人是什麼人 住在康島,可能左邊右邊都知道 其實康島比較安全一點,第一就是大廈 那些人未必這麼容易進去爆洩 偷東西,偷完東西之後,你走也比較麻煩 等電梯也會怎樣 還有,這麼多人在一層樓,這麼多人 你爆一個單位的時候,可能都會驚訝到別的單位 第一樓那層樓,他真的要求你真的要買保養 即是琴那個騎樓這樣進來 第一層樓比較貴一點 因為你有一個小型公園 你住在康島,各區的治安洪漫 可以的,因為只有兩條路 如果你住在康島,就更安全 還有波大那些卡牌給你看看 波大那些卡牌也不太好 波大那些卡牌沒有什麼被偷 有,很多人去買東西的 賣一些速遞的那些 波大那些卡牌美國各景 很多人可能家裡有槍 小賊可以偷,用什麼中槍 也會的,可能在店裡的人會有 是啊,真的不知道 Jacky 有沒有被槍指的頭嗎? 好像是周圓發那樣 我知道有些行家有的 即是在Waterment Center那裡有些行家是 在近Skytrain那邊 那間現在進去之前要按鐘 然後開個玻璃門給你那個 就試過兩次 是的 就聽他們說 我入行之前的事 聽他們說是 在早上開門之前 進去指著他們 拿了些東西 直接慢慢拿 拿了些東西 然後就離開 還要兩次 都聽過的 所以其實都是 現在不用回去銷售 自己的感覺良好的 始終都是有危險 你記得當時在Waterment Center嗎? 中間有一間SWISS 以前是努力士那間 那間是爆到厲害的 那間是爆到厲害的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績訂購支持